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阴间的十月一号 阴历的十月一号 农历的十月一号 而农历的十月一号 被人们称为 被北方人 中国北方人称为 叫寒一节 中国的三大鬼节当中的最后一个 要给自己死去的亲人 已经先人了哈 烧衣服 在香港抗议当中 在黄大仙那些地方 曾经出现过香港人烧衣服 借助当时的鬼节 南方的鬼节跟北方的鬼节稍微有一些地区上的差异 烧衣服是因为北方要过冬天了 得给自己的亲人带去东西 到时候那边他冬天了 光不溜条 他不舒服 另外烧钱 买冬储菜 或者买点猪肉 现在日子不好过 上下是对应的 我说的意思是上下对应的 吃不吃猪肉不知道 上下是对应的 他在鬼节上 鬼节这一天 他开会 开到十月三十一号 十月三十一号 万圣节 这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鬼出来满街都是 通常那天晚上 孩子们会到各家去take tree 我个人从来不过 有个朋友很有本事 很早之前了 他住在新加坡 他说 石桃你知道 过万圣节的时候 新加坡满街都是鬼 晚上出来 所以 鬼都是晚上出来 而共产党 习近平在十月一号招鬼上身之后 共产党却在中国的鬼节 洋人的鬼节之间 开鬼的大会 他要不是鬼才怪 那为天灭中共 做出了一个人员上和时间上的安排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中共四中全会非典型安排 引发各种猜想 换界 经济疲软 香港问题 在我个人眼睛里 这个东西呢 就是完全是表象 完全是表象 它就是一个过程 这种过程就是说 当他该死的时候 他今天换成西服了 明天换成大金了 后天穿着裤衩出来了 无所谓 换什么衣服都没用 到点就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探导的叫非典型安排 就是在人的环境中 都会被人解读成要出状况 含义 什么叫四中全会 我觉得这没什么可讲的了 然后十九大上的正式中央委员超过两百人 主要是省长 党委书记 军队主要负责人 各主要部门 而通常呢 召开 比如十九大 十八大 十九大 是这么开的 他们的核心是政治局常委 我个人觉得这都无所谓了 然后他提到说 在全会当中比较著名的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开放 那这一次的会议有什么特殊的实际 十九大之后第二天开的一中全会 然后2018年连续召开了二中全会 三中全会 所以四中全会跟三中全会之间超过了一年半 很少见 不是很少见 从来没有过 一年半发生了很多事情 贸易战 西方的摩擦 中国经济的不景气 而对习近平而言最大的危机是香港 高靖文 这是香港的教授了 他说这种拖延有些奇怪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 习近平觉得中央委员内部有人对他修陷 贸易中缺少让步 以及集中权力的方式不满 我个人以为呢 是有两种情况出现 就是在他修陷之后 就是习近平修改宪法之后 他完全再把自己塑造成第二个 毛泽东第二 毛泽东2.0 这是 我觉得这是显然意见 所以当政治局常委都已经 政治局常委不在他眼睛里 政治局是被他用来随便吹牛皮的对象 而他的吹的牛皮 全都是王沪宁满足他的意愿 王沪宁最大的本事 就是主子要一 他给你说到十 主子出了一件事 说这事估计有90%吧 他给你弄到200% 300% 他能够把主子打了个嗝 放了个屁 把主子说得能够添花烂坠 这是王沪宁的本事 这是王沪宁的本事 那任何朝代改朝换代的书边上 一定有这种东西 另外一个人 洋人来的美国人 说很罕见 2018年连续召开 而这么之久 这么久之后 又召开四中全会 我觉得这个 一点不罕见 二中全会 三中全会的召开 就是为了他修改宪法 宪法修改完了 他已经成为思想了 成为核心了 成为蝎子拉是独一份的 他再开不开 无所谓了 弄那么多复杂 文人就复杂了 四中全会 他说主题不尽相同 大多跟共产党的体制有关 通常是这样 这次的主题叫 国家治理体系和 叫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局要做报告的 而习近平此前讲话提到 国家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 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 嘿 这些都是骗人的 什么意思 习近平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 习近平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 对吧 这个这个精神 精神走向一切 他还有什么治理能力 这个能力 那个能力 那个能力 都是骗人的 全是王沪宁编的 那现在他是把自己 放在这个台子上 就是共产党的党政军的所有体系 他自己一屁股坐在上头 所以谁想弄他只能拆这台子 别人够不着 那只能把台子拆了 共产党就完了 所以现在是这个场面 而不是他的能力 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句实在话 美国人讲的 是没人知道 过去这种事情 往往有大事情公布 改革开放 但现在习近平打破了一切 他很可能需要将重点 放在几年后的领导换届上 解决香港中美贸易问题 但我觉得不会宣布什么重要决策 各自说法不一了 甚至他认为可能不会讨论香港事物 因为这个分歧太大了 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也太大 不希望内部表现分裂 讨论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他习近平一手促成的 所以就讨论香港问题 就在讨论习近平自己 吴强 经济金融是重点 他说这期会议 其实就是往年的三中全会 我个人觉得另外一回事了 我个人觉得 我跟大家说的是鬼在开会 这些人在人间表现出 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 那在阴间就表现出 同样是 这么讲 习近平招鬼 你知道他招了哪个上来的 他背后是谁 他也不知道 对吧 我相信是对应的 应该是往年的三中全会 经济为主题 那从发布的消息来讲 说经济议题虽然不在其中 但很难避开 而在过往的时候 四中全会往往讨论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意识形态 那就是跟党走 意识形态的概念 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属性的问题 只是信党 不信自己 党要跟你进行斗争 9月份的讲话中 58次提到了斗争 显示目前的状况 58次斗争很大是身边内在斗争 要凝聚力量 展现信心 高靖文认为 必然通过这次会议 展现他的控制权 而最大的意义在于 动员各级领导人的重要任务 大家有共识 我个人觉得谈不上 他的控制权早已拥有了 他的控制权早已展现了 不用了 他只是在这种环境下 他逃避不了这种开会的模式 他个人没有什么太大能力 逃避不了这种个人的模式 或者说他根本逃避不了天意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你问他 为什么你现在拖这么久 开四中全会 他很可能说 哎呀 大家都说开不开不合适吧 大家都喝水 不喝不合适吧 很可能的 有朋友说 应该不会 就像我说的 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是对的 三中全会的时间不对 可是没有媒体去讨论 这么讨论 媒体只讨论说 是不正常 一个道理 所以文章最后就提到 每年两会要向媒体打开大门 但中共的会议通常是关闭的 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 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是高清文说的 当人 无论你多有本事 可是你否定鬼 否定神佛的时候 不在生命上看问题的时候 就是这种说法 精英的哲学 逃避自己对现实环境中 不把握的这种客观状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